論博士論文有書師 高鴻安用昔日著作 異餘多吃但沒有引住 政大教授彭明輝直白點出 論文瑕疵 彭明輝以高鴻安 經過三次加工的博士論文 參考書目六十四為例 文獻並沒有任何內文加註 高鴻安旨在參考書目加工 期刊編輯可以造假的理由 不送審直接退稿 而二零一八年通過的博士論文 台灣各大學好像不允許 已經上線的碩博士論文 抄換或二次加工 和諧的期刊論文或研究報告 共同作者必須簽署同意書 才能寫進學位論文 論內容爭議高鴻安沒有釐清 而出國念書也被質疑用公帑 民進黨立願黨團總召柯建民直指 思測會是政府所屬財團法人 高鴻安的薪水出國讀博士的補助 都是公帑必須了解清楚 高鴻安對柯建民強力反擊 但根據一百一十一年 自策會預算數字 應收超過四十五億光是經濟部等 中央單位補助就高達三十四點九億元 佔比例約百分之七十六點二 高鴻安先前解釋出國念書 接受資策會的國際人才培育 補助約半年其他時間是自費 花多少公帑有待資策會說明 但一路走來獲得不少公家資源 佔助陸文門事件牽涉的 不只是個人誠信問題 三十四人格子剛 文明宣泰報道